此女士抗日名将遗孀,获州总理邀请回国,为中国向日本要回到十几亿房产。 1947年5月16日,在孟良故战役中张陵府被击毙,留下了年仅19岁的妻子王玉玲,死后王玉玲再也没有嫁人,为张陵府守了一辈子挂。 1948年年底,王玉玲听从蒋经国等人的安排,转移到了台,但生活过得并不如意,期间还不断遭到蒋经国的骚扰,后来在1952年,王玉玲带着孩子到了美国。 在美国王玉玲失去了庇护,完全成为了一个普通人,她报名考入了美国纽约大学,学习财务专业,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,她上午给人家做文秘大工,下午和晚上在校听课。 经过四年的学习,王玉玲美国一家航空公司找到了工作,死后一直工作了21年,直到1973年,王玉玲的生活才发生了改变。 这年下,周总理从一位华人那里,得知张陵府的遗伤在美国,便让相关人员邀请王玉玲回国旅游,同时也欢迎她落叶归根。 不过当时王玉玲不敢回大陆,毕竟她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,不知道回去后会发生什么,直到1973年9月,王玉玲在好友的陪伴下台回到北京,令她没有想到的是,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她。 周总理还安排了工作人员陪同王玉玲游览北京,第一次愉快的大陆之旅,给王玉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后来王玉玲常常回大陆,周总理去世后,邓颖超还接待过她。 虽然王玉玲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,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,努力地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1980年,当时日本东京有两栋大楼,是日军站台时用台政府的钱买的,按理说该是中国的财产,这两栋大楼,位于东京繁华地段,已经升值到价值十几亿。 日本不想把大楼的归属权给中国,因此双方打了很久的官司,后来日方败诉,但又不想把大楼赔款给大陆,于是王玉玲想尽办法,拿到了大楼产权证的复印件,交给了中国。 后来王玉玲又找负责该案的律师,据李力争终于使其同意,将两栋大楼的赔款交给了中国,最终这两栋大楼,被中国顺利接收。 有人问她,你丈夫都死了,为什么要为大陆做那么多好事?她回答得很干脆,我是中国人,应该为国处理。